Hello Hello, 歡迎各位老師參加出席 今天知識共享協會舉辦的Rainbow One 《停播不停學》網上直播 今天又是我, 我是Akina 歡迎各位老師參加這個網上直播 今天會特別介紹虛擬實景電子書 以及去分析一下現在網上的功課平台怎樣做一些分析和比較 好了, 歡迎各位老師參加出席 今天特別講虛擬實景電子書 其實很多老師都不發現原來Rainbow One是可以做到這些功能 稍後會一一介紹更多 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今天的主題 都歡迎一些從未聽過Rainbow One的老師 開始的時間, 我都會簡單介紹一下Rainbow One的一些基本功能 讓大家去了解更多 好了, 我們知識共享協會都是一個共創共享共用的理念 希望透過不同的電子教材可以幫到不同階層、不同種族年齡的學生 去擁有一些平等的學習機會 很多SCN、非華語的學生都會透過我們的平台 去得到一些更好的學習機會 我們之前都幫過很多不同的層面 去做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教材 我們近期都幫了匯豐的150周年的慈善分定 去幫全港的特殊學校做了很多校本的電子教材 這些教材其實全部都放在我們的書店 書店上, 老師可以下載、下載、修改、編輯 可以利用這些電子教材去製作你自己需要的教材 電子學習遠景, 相信老師都不陌生 因為電子學習可以做到很多自主學習的功能 亦可以透過電子學習有很多不同的創新的想法 相信喜歡電子學習的老師來說 其實都不需要介紹很多 電子學習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大家都會知道 可以方便學生展示成果 因為我們的平台裡面 其實都會有很多功能 可以讓老師去看學生的成績和表現 亦都可以很快速地分析到學生的能力 不需要做很多 paper work 其實只要收集了一些數據 老師即時就可以看回 我們平台裡面也有做了很多連線的工作 其實也是可以在課堂裡面即時可以讓老師和學生做一個同步的學習 電子學習除了可以做到這些功能之外 更加可以讓大家一些互動有趣的題材 亦都是容易去調適一些教材 希望老師多多利用電子學習的不同的工具 可以發揮他們的功效 我們Rainbow One其實也是一個一站式的電子教學平台 一站式的意思就是可以讓老師去製作一些電子書 把這些電子書去派給一些學生 來自由閱讀也好做功課也好 其實這些功能也是在我們的平台當中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在一個共享的虛擬課室當中 其實老師都可以利用這些連線 來幫助一些學生即時解答他們的困難 不會限制了一個空間 亦都不會限制了一個地點 其實在任何地點任何空間 其實你都可以上到這個電子課 亦都可以為這些課程來做一些統計 把這些數據放在我們的平台當中 而老師亦都可以拿回這些數據來做一些報告 幫助你在學校的行政方面去做一些管理 我們這個Rainbow One的一站式教學平台 除了可以真的提供這些不太好的服務給你之外 其實還可以做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電子課 例如今天我介紹的虛擬的電子課狀態 一會兒會介紹多一點 這個就是我們當中其實之前都做過很多不同類別的工作址 月刊、有聲圖書、字卡、教科書、互動遊戲等等 其實有些老師都會問我們的平台是哪一科 其實我們都沒有特別去分哪一科 都會真的因應不同的科目 就好像你需要一些工具來製作你需要的題材 就好像你去到一個餐廳當中 他會給你一些刀、一些叉 你就可以去吃西餐 有一些碗、筷子 你就可以吃中餐 其實我們就是那些碗、筷子和刀叉 其實就是有一些工具在當中 老師可以利用這些工具來製作你需要的教材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不同的中小學幼稚園 都是我們的客戶 已經在服務他們一段很長的時間 接下來將會有更多的機構和我們合作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的貨文文字 貨文文字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你會點一下這個位置 密封先生很勤勞 他會在夏天飛來飛去 四處彩花蜜 預備度過寒冷的度 這個貨文文字 其實它就可以發聲 除了讀中文之外 還可以讀普通話 還可以讀英文 而我們新的2.0的版本 還可以調教它的語速 就是它的讀音的快和慢 以及它的聲效 譬如說是男聲 還是女聲等等 稍後如果老師有興趣 也可以拿個免費的試用 來試一試我們這些組件 除了讀音之外 你會看到有些橙色的字 那是什麼呢? 你按一按下去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叫做字詞表 這個字詞表 其實就會有一些字 有一些圖 還有一些解釋 這些全部都是很flexible 老師可以自己做自訂的 另外你會看到有一個叫做G 然後文 那是什麼呢? 可以即時做一些翻譯 那給一些SCN的學生 其實都是很有幫助的 還有一些讀音可以給到你 另外除了認字之外 還有一些是不信的播放 除了是可以學到它 如何去寫這個不信之外 還可以自己讓它試一下寫 那當你製作這本電子書的時候 這些組件 全部都不用額外去製作 另外我們還有一些不信的練習 你可以很輕鬆很簡便 就把你需要小朋友去學的文字 去記錄到裡面 我們其實已經收錄了 4500個小學生常用致詞庫在裡面 老師大可以利用這個組件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電子筆 其實這個電子筆是很好的 除了你看到我現在的狀態 可以寫一些英文字 其實還可以發揮他們的創意 去畫一些圖畫 去將那些圖畫 去提交給老師 你看到我寫了這麼多東西 我就按提交 收到你的答案 那老師立即便會收到 其實它最好的地方 其實是可以播放小朋友寫的所有東西 包括畫的圖畫 他用過什麼顏色 轉過什麼顏色 還有有沒有刷過 其實你都一目了然很清楚 因為它就像一個Payblack 把所有東西披著給你看 其實這個電子筆 除了可以做一些電子的版面之外 你還可以放在一些工作紙上 叫它做作答 其實都很容易用的 這個就是我們平台裏面 現成的一些填充題 可以打字 中文、英文都可以 另外還有一個可以手寫的 用iPad的朋友 或者用手機的朋友 其實就可以用這個功能 就可以寫字 我試一下用手 其實都是一樣的 你會看到我的筆跡已經上載了 當老師去看學生的答案的時候 其實這些筆跡都可以播出來 除了中文之外 譬如說英文 我要寫一個長文答 也是有一個筆順的位置 是一個比較長的方格去寫的 如果你說我教數學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有一個叫做鍵盤 這個鍵盤可以隨意動動 不是鎖定在一個位置 整個版面都可以給它調校 譬如說這裡有一個蘋果遮住了 可以調校到另一個位置 就可以回答 這個就是數學 收到你的答案 我們系統裡 你會看到有剔好的 就是有固定答案的 沒有剔好的 是有些叫做收到你的答案的意思 在系統裡也可以識別到 這些是屬於沒有固定答案的 這些是屬於有固定答案的 有固定答案 就可以在系統裡即時去做核對的工作 減省老師的一些批改工作 另外我們會有些多媒體的組件放上去 例如一些錄音 錄音的組件 只要你按住這個按鈕 其實它就會在錄音 按pause 它就會暫停 然後錄完之後 它就會發現如果有問題 它就會叫你再錄一次 你說錄完了 我就按提交 收到你的答案了 另外我們還會有一個 網站的組件 當你放一個網站上去 與此同時 亦都放一個相機的組件 其實就可以即時 剪掉你想要的圖片上去 有些老師就會利用 放了在常識科 去搜集一些資料 然後叫學生去做 另外還有一些YouTube的短片 你播放 然後可以隔壁放一些問題 答案 或者是一些MC題 老師可以用這些工具 來製作你們的電子書 還有一些配對的題目 例如拖拉贏的題目 這些文字和圖畫 其實老師都可以自訂的 也會有一些連線 這些是很容易理解的 所有圖片和文字都可以自訂的 例如我不要這個圖片 可能是其他的圖片 老師可以自訂的 另外我們還有一些創意的遊戲 例如小豬餐廳 你會看到有些問題 有些問題 這個位置是沒有問題 這個位置是沒有問題 其實老師可以自訂的 有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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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小豬餐廳 我們還有很多不同類別的遊戲 可以讓老師去參考 因為所有遊戲裡面 問題和答案 都會用一份Excel表 你只要匯入裡面 其實所有問題答案 老師都可以自訂的 事不宜遲 即時去幫大家 去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虛擬實境 如何應用在Rainbow1 我們通常現在這個疫情時間 其實很多小朋友都沒有辦法出去 我們現在可以利用電子教學 去把一些虛擬實境的狀態 放在Rainbow1裡面 然後叫小朋友去參觀 可以試一試 我們現在進入了香港公園 先進去看看狀態 我們進入了香港公園 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樹木 有很多不同的花位 你會看到這個是什麼花 是何花 其實老師在這個時候 可以介紹給學生去參觀 也可以去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畫面 其實你會看到 也會有很多狀態 老師可以自己自訂 譬如說 我又要去其他地方了 參觀一下 有些不同的花 有些不同的花 其實可以給小朋友更多的空間 去發揮 去觀賞 因為其實在這個疫情當中 很多老師 應該說很多學生 其實都沒有辦法出去 如果老師可以提供到這些 VR狀態給學生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給到他們一些 新的想法 或者叫到他們沒有那麼悶 沒有那麼容易停留在一個 經常要做工作址的狀態 其實常識科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科目 都可以利用這個狀態 去展示給學生 除了去參觀香港公園 亦都可以考慮 去試一下 讓他們做一些資料搜集 當老師把這個畫面 放在Window 1的電子書當中 其實你會看到 我們把這個畫面放進去之後 我看到什麼 讓學生做一些問題答案 這是什麼? 是河花 我用一個相機的組件 剛剛介紹過 把它摺出來 說我在香港公園看到河花 其實也是讓學生去做一些參觀 收到你的答案 提供一些學習的過程 其實課老師來說 都是很有幫助 在一些常識科也好 不同的科目也好 我們也會示範一下 如何可以用iPad去參觀 我先試一下 大家會看到 現在在我的畫面當中 是一個iPad iPad裡面 其實我們已經 預先放了一些相片上去 例如說 你會看到 這些狀態 其實可以隨意去轉 我又說 不如去一下埃及 因為其實現在 都坐不了飛機 可以去視像參觀一下埃及 一個是一個什麼城市 做一些的 譬如說 來做訪問 因為其實 現在 疫情期間 很多學校的一些訪問 其實都要取消 取消了的時候 其實難免會讓學生覺得 或者是失望,或者是沒有什麼想法 不知道可以再怎樣 但是一些負責的老師都可以考慮利用Rainbow One的虛擬電子書 來做一些畫面給學生 帶他們去做一些VR參觀 這些全部都是免費的,不需要收費 只要你在平台上找到這些相片就可以製作 很輕鬆,帶到他們去遊覽 也可以給他們一些概念 告訴他們外面是怎樣的 一些藝術科的老師都可以考慮利用這個功能 帶學生去參觀一些藝術科的展覽 或者是像現在這個畫面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藝術方面的VR tour 其實你都可以帶他們去看 其實都給了很多不同的想法給老師 其實我們都可以繼續說回剛剛的狀態 當你遊歷完之後 一定是要寫很多不同的感受 其實在同一本電子書裡面 你都可以寫回 因為我們可以做到一些文字的表達 也可以用一個錄音的軟件 一個組件 來表達一下 遊覽完之後 你的感受 幫助學生去表達他的想法 另外還有一件事 比如說 我想到的就是觀察太空人上月球 給他們一些相片去瀏覽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月球表面 稍後的時間可以給他們做一些作文 比如說 我是一個太空人的作文 其實是幫助他們有更多角色的代入 令到他們的作文的狀態沒有那麼沉悶 再加上我們也可以放到的YouTube影片 可以看看 其實YouTube影片 其實現在這個狀態 其實可以是 可以移動的 你會見到 也是虛擬實境的狀態 可能網絡是一般的 做得比較慢一點 但是其實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給學生 有多些的概念 有多些的想法 更加可以提供到一些狀態 是給老師你去DIY的 因為其實這個只是一個YouTube影片 只要你有些工具 就可以放上去 那我就不特別去看完 都是畫一些工具給老師知道 其實只要你有這些工具 就可以製作你的YouTube影片 原來iPhone 加一個工具也可以做到 當然 如果你說我都沒有這些工具 不妨都找我們去幫你們製作 因為我們其實都可以製作這些電子書 除了跟大家去分享這個虛擬實境的電子書之外 其實都會做一些Rainbow One的不同功能的比較 其實我之前都聽過一個實際的很真實的例子 就是當現在很大部分的學校老師 其實都在用Google Classroom的同時 其實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情況走出來 原來有些學生已經把功課交了 但是老師都不停去催學生 喂,交了功課沒有?好像還沒收到 其實都會產生了很多這些笑話 這些問題出來 其實都給了一個想法給大家 其實我們這個平台就是 就是之前我們都做了 就是這幾年都做了一些市場的調查 做了一些統計 其實可以利用到不同的平台去做一些分析 你會看到可以很彈性地去修正一些內容 其實Rainbow One是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可以加入一些好像剛才所說的網站 就是YouTube片或者播片等等的功能 其實Rainbow One也是可以做得很好 還有可以放一些相片 我們有一個圖片庫 都可以給大家提供這些相片 去利用Rainbow One 還有可以上到一個互動電子貨 互動電子貨的意思就是可以直接 是老師和學生的iPad可以直接互通互連 即時可以看回它的作答表現等等 亦都可以控制它的iPad 更好的地方就是我們可以收集到數據 當然很多不同的平台都會有這個功能 可以收功課等等 但是老師都要自己去下載 然後做一些批改 但是Rainbow One的好處就是 因為當收到功課之後 其實有固定答案的題目 其實自動就已經行對了 就不需要老師再花多一層功夫去做批改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優勢都會放在Rainbow One當中 其實老師都可以認真去想一想 到底是什麼平台才更加適合你 我們也會做了一些分析 就是Rainbow One和其他的出版社 或者不同的App Store裡面的一些組件 其實我們也會針對了很多內容 適合非華語學生和一些SCN的學生 當然你說適合教育局或者裡面有很多大量的練習 這個一定是出版社的優勢 但是我們的工具其實是很互動的 是很有趣的 這個也是我們Rainbow One的優勢 所以很多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發揮創意的事情 其實在Rainbow One裡面你也可以找到 是的 我都教大家去派功課了 因為其實我們Rainbow One 你用了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功能 就是分享你的功課 分享你的電子書 那怎樣去分享呢 其實只要是進入工作間裡面 按這三點這個位置 按這個分享 然後就會有一個叫做標籤 你按入這個標籤 稍後再按這個設定 按了設定之後 你會看到有自由閱讀 功課測驗考試等等這些欄目 然後如果你說我要按它是收工課的 那我就要選這個日期 選擇你相應的 派功課的日期和收工課的日期 然後按確定 他就會自動發送到那個學生的書架 那學生收到之後就會做 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離開這個分享的位置 也是同樣地是工作間 你可以看回整份功課 派了給所有的學生的收集情況 就不用說每次都要 我要吹一下這個學生 他加了功課沒有 吹一下那個學生 他有沒有做到等等 其實呢 你在這個批改裡面 就一目了然 至於他有沒有做到 有沒有交到 其實你只要看回他那本電子練習 就可以知道他有沒有做有沒有交 那批改就會在take count抄那裡看 也會介紹給老師那個電子書的一個數據 其實我們2.0已經伸出了一些數據 就是數據分析 這個也是給大家略略去了解一下狀態 會有一些不同的頁面 給大家做一個分析 也會有一個成績的分佈等等 好了 今天就到這裡 希望老師都會很喜歡這個 電子的虛擬的電子書 如果有興趣了解更多 如何去做 或者是可以怎樣合作 其實也可以給老師一個概念 例如參觀校園 介紹開放日等等 其實都可以利用我們這個電子書 去派給家長 派給學生了解更多 好了 我們今天的課堂就到這裡 希望老師都會很喜歡的